Hello 大家好 我是诗诗红爱之肉 我这个鞋被你俩谁给咬了 主动承认吧 谁干的 可把我气坏了 这本来家庭就不富裕 你看你给我咬的 给我留个脚面也行啊 你让我能蹬起的也行 我不要脚后跟了 小花干的 你把小花给我找回来 你把它给我截回来 把它截屋里去 我训它 反了天的你俩 你看我干嘛 撞它 对 叫它不听话 小美你别弄它 它可能要方便 让它方便去吧 我发现它俩要在屋里静悄悄的 一点声音没有 肯定出事了 我就没猜到是我那双鞋 就是你干的 你不用安慰它 我训的就是它 除了它那小尖鞋咬那个鞋 是你干的 你就把手给我 你咬它腿干嘛 也不让它承认呢 做了错事要勇于承认呢 你俩琢磨得想回去 是吗 做梦 谁都别想回去 今天就在这儿把事情说清楚了 进里屋里我也抓不着你俩 你俩老往窗底下藏 以后咱们改了 咱们就叫每日一训 反正得惹点事 你不用护着它 我知道是它干的 握手 是你干的吗 是啊 咬了我几只鞋已经 一只鞋呀 哎呀 气死我了你 能不能不惹事这一天 香美你看见它咬我的鞋 为什么不管它呢 你可以扒我的腿告诉我呀 你俩就那儿悄悄地商量着 怎么咬我的鞋 是吗 我现在是门外边不能放鞋 就小口事跟小黄经常叼走我的鞋 我现在屋里也不能放鞋了 做了措施呢 表现得很急 好像要出去方便 把那鞋扔给姐姐 互相安慰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报告